海风吹拂 树影婆娑 满眼都是丰收的硕果 哇 这还是一次钱 天啊 这个五十块钱 从无到有从若到强 他们是游客爱上这里的另一个理由 二十一点二多 对 产量的话在四千分 我们产值的话在六千分 这里不仅有梅饧和海鲜 这里还有诱人的果实 甜美的味道 这里就是三样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我是李洋 我现在是在海南省的三亚市 一说到三亚呢 人们首先想到的是 阳光 椰树 海浪 沙滩 三亚呢 无疑是很多人心目中的 最佳旅游目的地 也因此爱上了这座城市 那今天我将再给您一个 爱上它的理由 三亚位于海南岛的最南端 具有热带海滨气候特点 所以在三亚不但有碧海蓝天 椰树沙滩 还有一些急剧热带风情的物产 离开市区 沿着海岸线向陆地望去 到处都是郁郁葱葱 到处都是雷雷朔果 我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 我现在呢是在一大片的芒果园里 芒果大家都吃过 但是你见过树上的芒果吗 说到三亚的水果 最有名的就是芒果了 这里全年平均气温25摄氏度 降水充足 平均日照时长多达7个小时 是最适宜芒果栽培的地区之一 早在1997年 三亚市就被授予了 中国芒果之乡的称号 在三亚的乡村 可以说到处都能看到成片的芒果园 咱们这什么芒果啊 这么香 这是我们树上熟的贵妃芒果 不仅是闻的香 吃的这个更香甜 汁水多 我来给你查一个 查一个看一下 这里有个大的 这里有个大的 我给你捡过来 今年四十出头的彭石顿 可是三亚芒果种植的名人 他紫城副业种芒果 不但自己发展了四千亩果园 带动了几百农户一起创业 现在更是作为三亚芒果协会的负责人 在推动芒果产业的发展 今天既然来到了这里 就看看这三亚的芒果究竟怎么样吧 吃芒果的方法很多 这个是比较绅士一点的 然后我们就切个芒果花给你 漂亮 这个芒果的特点 的汁水非常多 看 来 尝一口 非常甜 非常香 入口即化 大家可别以为入口即化是随便说说 这可正是树上熟贵妃芒的一大特点 我们从市场买到的芒果 很多品种在采摘的时候 为了便于运输储存 加长销售期 其实只有六七分成熟 而树上熟的芒果 则是要等到完全成熟了才采摘 加上贵妃芒细腻多汁的口感 才会得到入口即化的评价 我们这个树上熟贵妃呢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水分特别足 就别的 吃别的芒果的感觉是果浆 吃树上熟贵妃就感觉是喝果汁的这种感觉 我们给你示范一下 演示一下 这我还是第一次见了 天哪 看着这果汁四溅的画面 有没有勾起您的食欲呢 这贵妃芒不但汁水多 口感还特别香甜 光说你肯定感受不到 咱们看看它到底有多甜吧 咱们这个树上熟的芒果有多甜 您测过它的甜度吗 这个一般的话 我们的话会达到16度 甚至多的会超过20度 我们这个采一个来测一下 我们采果的时候 两公分 留两公分 留两公分 采下来 我们测糖衣测一下 好 21.2度 对 这么甜 您可能对这个糖度还不太理解 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吧 苹果的糖度一般在10%到15% 能达到20%以上的都是像甘蔗哈米瓜 这样以甜著成的水果 除了水多味甜 贵妃芒还有个优势 我给你 好 削给你看一下 滋水好 你拿着 我拿着这个 你拿着 每次交给我 我都忍不住想吃 哦 这么薄 小吃 哦 我天呐 就这么薄薄一层啊 对 你看 好 非常薄 非常薄 那这个 食肉率就很高 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可是烙得很高 第一次看到贵妃芒 我们还觉得她个头似乎不酸大 还怕吃起来不够过瘾 但没想到 她的果盒 就像一张薄薄的卡片 剩下的居然全是果肉 这树上熟的贵妃芒 果然是个好东西 彭总啊 我发现在咱们这个芒果园子里 随便一走 这目光所及之处 就都是这 长满了红彤彤芒果的芒果树 那咱们一共有多少面积 这个芒果 咱们目前有4000亩的芒果基地 4000亩 那大概能收多少 产量的话在4000吨 我们产值的话在6000万 那您有多少人 跟你一块种芒果 我们现在是成立了芒果协会 芒果协会有300多家 这个单位 种的面积有20万亩 三亚芒果的发展 彭士顿父子既是见证者 更是参与者 上世纪80年代 彭士顿的父亲彭福反 离开福建老家 只身一人到海南闯荡 在做了各种尝试之后 他承包了一片荒地 开始种起了芒果 直到1991年 十几岁的彭士顿 才来到海南和父亲团聚 我们家最开始的话 就在几百周开始 然后的话 当时的话条件也非常的简朴 我们就是住的那种 当地的茅草屋 茅草房 在海南读完初中高中后 彭士顿求学离开了这里 到上海打拼 但在上海期间 他一直关注着父亲的经营 2005年 三亚的芒果种植规模 越来越大 也越来越需要 新鲜力量的介入 彭士顿也看好了这个机遇 他辞掉了上海的工作 回到三亚 第一个主要是基地的标准化的建设和管理 第二个就是我们品牌的建设 以及销售渠道的建设 彭士顿的这两个理念 在当时看来是很超前的 对于很多果农来说 种了十几年芒果 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还能怎么改进呢 这个小伙子叫苏景仁 是彭士顿果园的技术负责人 他跟彭士顿一样 也是辞掉城里的工作 回乡创业的 小苏我发现 你看那一片已经没有果子了 这一片的果子还没有成熟 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那面是早修枝 早成熟 我们就早柴果了 然后就修枝了 到这里就是因为他去年 他往修枝 往柴果 现在他就往柴了 就是成熟的也晚了 比较 对 就是从十月份 十月份 九月到十月开花 十二月到六月是成熟期 这么长的一个成熟期 像这样的年轻人 在彭士顿的公司里还有不少 他们愿意接受新思想 愿意学习新技术 愿意做出各种新的尝试 有了这样一批人才的支持 彭士顿改良了品种 并将采收期拉长 一年里有半年的时间 都能提供新鲜美味的树上熟 贵妃芒 芒果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就比如这像这种大果 我们这个树上熟的贵妃的 它的价格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像我们这个大果 大概会在二十多到三十多块钱 一斤 一四斤 然后我们的这个小果呢 也是在二十多到三十多 三十块钱左右 然后这个辣椒芒的话 现在市面上卖的可能还要贵 会这个会部分渠道的话 会接近四十块钱一斤 辣椒果的话 它就是说它这个也是同一棵树上 生长出来的 但是它这个纸呢 跟芽芹一样 非常的非常小 那么细啊 对 你吃一个 现在就让我吃一个 好香 这么拔对吗 也对 哦 拔开 这种 芒果的香 真的 非常新香 它这个香的话 就像这个文静 是能把这个肺喜的那种香 哇 好甜啊 这个是纸 这个是核 你看 核 它的核就跟一根牙签一样 很小 你给它弄出来 牙签 我觉得像鱼刺 特别细 基本上没有刺 建立起了标准化种植基地 统一了悬果标准 彭斯顿在拓展销路上的底气 也更足了 这些年来 它越来越多的直接与商超 电商渠道对接 凭借着过硬的质量 树上熟柜菲芒的销路 是越来越广 我们目前在全国的一二线城市 基本上都覆盖了 像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这种特大城市 然后杭州 南京 武汉 西安 成都 还有重景都有覆盖 那销售的反响怎么样 反响非常好 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是好吃 彭斯顿靠标准化基地 打开了市场 也为周边广大农户 树立了榜样 如今 几百位果农 按照它的标准种植芒果 共享销售渠道 开拓了财路 彭斯顿就是 就教我们怎么样做 就是我们的 旺农交配 怎么来搞 搞是算熟啊 怎么让产品起来 慢慢就 慢慢就 合在一起 我们就 它全造技术给我们 我们一起合起来做 就马上 慢慢慢慢地 做起来了 当时真的是有 那个台龙啊 象牙啊 那个 还有那个金黄 很多很多的品种 但是 它过来以后 我们就改回来 改接回来的 那个 红金楼 金城 就是贵贝 就这么来的 蔡亚棚 是土生土长的三亚人 也是当地最早 种芒果的人之一 早些年 三亚的果农 都是各自为政 甚至出现 几个人租一辆货车 拉到外地去卖的情况 现在加入了合作社 他们只要把果子种好摘下来 销路的问题 都由合作社解决了 这个基地也是 在我手上这边 也是一万多株了 我们现在已经是三百多亩了 三百多亩了 那你一亩地的产值 大概有多少 一百斤的果 是一亩地有四五千斤 一亩地有四五千斤 对 四五千斤 大概市场收购价 有多少钱 四到五块 四到五块 有时候 零钱有七八块 四千斤来算的果 是两万嘛 四千斤两万 那你有三百多亩 亩产是两万 有五六百万的 对 芒果产业的发展 汇集的可不仅仅是 蔡亚鹏这样的大户 当地广大农民 也都参与其中 并分享其中的红利 现在正是芒果的销售旺季 在鹏石顿建的包装车间里 从早到晚 都是这样一派忙碌的景象 大姐 您好 您这是在弄什么 那礼盒吗这是 对 这个 您每天要在这工作多久 七点半 到六点 早上七点半到晚上六点 下午六点 下午六点 那每年大概在这工作多久 五个多月 五个多月 就是芒果上市的这个期间是吧 对 那您大概一天给你开多少工钱 一百六 就是他们给你一百六十块钱一天 一百六 那就是一个月差不多有将近五千块钱 加班一个小时是二十块钱 还有加班费 就是一个小时二十块钱 那你大概半年能挣多少钱 还有 去年大概是有三十块 那也不少了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三亚的芒果种植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 已经成为了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 2018年 全市芒果种植面积近38万亩 产量约65万吨 产值接近了50亿元 经过这么多年的培育 三亚芒果呢 品牌的一个形成的一定的影响力 比如说 它已经认定为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 然后受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 然后被认定为海南省著名商标 海南民牌产品 在历届的这个农产品交易博览会上呢 也多次获得了金奖 而且现在18年的时候 又被认定为区域农产品公共品牌 品尝过了香甜多汁的芒果 我们的三亚之行还在继续 下一站 我们要去见识一种 更少见 更娇贵的水果 走吧 待大家尝过了三亚的芒果之后 我现在再给大家介绍一种 三亚的特色水果 也许很多人都没吃过它 更没见过它在树上的样子 这就是牛奶莲霧 莲霧原产于南亚东南亚一带 是名副其实的热带水果 这些年经由台湾传入海南种植 但我们在市面上常见的 是一种紫黑色的金刚莲霧 像这种粉里透红的品种 又是什么呢 我们三亚莲霧是一个国家地标 我们三亚莲霧里面 就是说质量度最高的 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它这个品种名字叫牛奶莲霧 牛奶莲霧 对 为什么叫牛奶莲霧呢 是因为这个品种 咱们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然后之前我们公司 有一个国家发明专利 这个专利是叫莲霧用的肥 这个幼稚叶肥 这个肥里面用到牛奶 像虾壳 小鱼 豆饼 这些微量元素 这些东西 然后它叫就叫成了牛奶莲霧 样子就好看 种植方法听上去又很新颖 那它的味道到底如何呢 您亲自尝一下 尝一个可以吗 这个熟了吗 摘下来就可以直接吃 怎么摘就这么摘 就直接用手摘就可以了 那我来试试 它全程是用泡袋呵护的 所以特别安全 没事 这个特别 我再给你抓一个 更大一点的 你尝一下这个 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莲霧 我来尝尝 水好多 甜甜的 特别清香 脆脆的 完了吃到嘴里 基本上就化了 没有了 化渣 真是好吃 特别脆 你看 这个掰开以后 这边都是水 然后给你捏一下 真的 都是水 天哪 都溅了一身 这边一捏 这个水就喷出来了 特别脆 脆 甜 水分多 这样的莲霧 是不是很诱人呢 三亚的气候 虽然很适宜莲霧的生长 但是要保证 国品的质量 还是需要花费 很大心思的 徐鸿佳大学毕业来到海南 已经从事莲霧种植 有八九年的时间了 他和当地的果农们一起 逐渐摸索出了很多有效的方法 为什么我们这个要套袋 这什么袋 是这样的 这个袋子就是莲霧专用的套袋 我们这边的所有的种植 都是按照有机的标准种植的 不用任何的化学农药 化学肥料 激素 还有防冲药 都不用 所以这个袋子 从它 就要吃完粉 吃完粉以后 就全程都套住了 它整个生长过程 都是在这个袋子里 保护下生长出来的 然后同时我们也不用 任何的出陶剂 所以都是让它这个通过人工做好的方式 我们身处的这片莲霧种植示范园 现在已经有1100多亩的面积 年产值3000多万元 主要销往上海 江浙 广深等地 但莲霧皮薄肉脆 在采摘储存运输中的损耗都比较高 所以价格也就相对较高了 它这个分几种规格 你能够介绍一下吗 现在咱们只要是分为三种 三种规格 您看这边 这个就是最小的了 最小的 最小的了 那它大概是 有重量吗 你们 重量大概在一两半 一两半 对 大概一两半 然后 这是中间级别的 这是中间级别 这个大概 二两 二两 对 这个是最大的 最高级别的了 最高级别的 这个大概是二两半 二两半 或者往上吗 二两半往上 那大概 它们这个 卖出去的价格 会有不同 是的 这样 我们现在的高端水果 都是按个了 不是按金了 您看这里 都是一个一个的洞 这一款的话 是十二个 十二个 这样是最高级别的 它是六百块钱 这一箱 一箱十二个 六百块钱 这是中单的零售价 那一个 一个就是五十块钱 一个五十块钱 天啊 这个五十块钱 大家还有那个 不同级别 像这个 它是十五个 十五个 售价是三百块钱 十五个三百块钱 就是二十块钱一个 二十块钱一个 二十块钱就是这样的 看一下大家 然后像最小的这个 是二十四个 它价格是两百三十八 两百三十八 二十四个 就大概十块钱一个 对 就稍微小一点 对 但是它们这个味道 有什么不一样吗 它的口感都是一样的 口感都是一样的 中调细选过以后的 达到各种标准以后 还根据大小的分析 当然了 这个价格是礼盒装的标准 外观收有匣子的莲物 也会有简装的版本 根据时节 大小 大概几十元钱一斤 在不少超市就能买到 良好的市场反响 也让更多的农民 搞起了莲物种植 近徐宏佳所在的三亚联务协会 就有一万一千多亩的种植面积 年产量两万吨 产值高达2.8亿元 2017年 三亚联务获得了农业农村部 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 和国家商标总局 国家地理标志商标 正式成为了三亚农业 另一张闪亮的名片 这一次的三亚执行 再一次刷新了我对这里的认识 没想到一个旅游圣地 居然有这么丰富的物产 这么美味的果实 三亚人用自己的努力 培育出丰硕的果实 值得您亲自到这里品尝 也值得您爱上这里 请不吝点赞订阅